而复理香公所在复理香复茶堂举办了玉石之运数益交响开幕式茶会 吸引了许多的嘉宾到场共享盛举 咖啡厅外面的盆栽植物非常的别致 在走进去咖啡厅里面也能看见珍贵的玉石以及复理特有种的蓝宝石 这里是复理香公所在复理香复茶堂举办 玉石之运数益交响开幕式茶会 这次展出的玉石作品都是由复理村村长曾明健所提供 包括龙凤石 雪花玉 紫玉等等 充分展示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令人赞叹不已 参展大概是我所有玉石里面的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而已 很多没有拿出来 因为还不下 所以我就把一些比较形形色色 不一样的东西放了摆在里面 盆栽作品则是由知名的盆栽艺术家 彭仁丁以及范明台 他们带来了自家珍藏的多件极具艺术价值的盆栽作品 包含黄羊 芷 菊梅以及花莲特有种的泰鲁格力 他如果放在这间树荫底下的话 叫我放一个月 其实我也很舍不得 因为树的生长会受到限制 所以我觉得乡长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表现 有机会把自己心 觉得有文化有艺术的东西来拿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可以让大家一点一滴的看见复礼的美好 乡长江东成说 这次展览不只是展示出复礼箱丰富的自然资源 也为推广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每一个艺术的专精 还有深深的学问 大家可以慢慢 不懂的部分的话 请教老师们 来给我们做一个上一课 今天谢谢各位这么的归宾 来到我们这个会场 也是谢谢老天爷 应该给我们这么棒的 丰和之旅的一个日子 乡公所说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了创作者的心血跟专注 它们象征了自然生命的韧性 与艺术家对于玉石树木的深厚情感 即日起到11月7号 在副理箱的副茶堂来开展 汽车高双双张明泰副理箱采访报道